好 我们谈谈腾讯 因为习也腾讯 买也腾讯 下星期四就会开会 审议是否会派中期息 其实是它04年上市以来 如果是的话 就第一次派中期息 你觉得这个消息有没有充喜作用 就是对腾讯的估计 倒充了一点点 为何会看收市价 收市位这个位置 最主要来说 就是因为有一个市后的竞价时段 所以相对上那一角的成交金额 在那一点来说是比较上大 变成了那个位置的参考性会比较上高 反而有些投资者 可能会看日内高位低位这些位置的时候 这些位置通常来说 那一角的成交方面 就未必是这么强 所以基本上就是开市位 又是有一个竞价盘产生 那收市位也有一个竞价盘产生 这两个位置的参考性会比较高 但是收市来说 因为收了市之后 大概是4点中附近的位置 或者精准一点是4.08分的位置 但是由4.08分 去到第二天的早上 就是9点半再开始的时候 横跨了是接近17.5分钟 大家看着的都是一个收市位 所以通常来说 收市位的参考的时间点是比较上长 所以我们会提到这个 至于腾讯方面的时候 的确今次是一个首度去派的中期识 解读方面来说 都可以有不同的层面来看 简单去看的时候 可能某程度上 就是管理层 希望令到股东的信心方面 是比较大一些 尤其是现在大市的气氛比较弱的时候 腾讯都去作为一只资讯科技股 可以稳定派息之余 亦都可以将这个派息的密度提高的时候 这个就会令到大家会 对于这个股份的信心方面 又会是大一些 另一个方面亦都会是一个考虑 通常一只股份的现金流 是比较上充裕的时候 才会是派息的频率提高 从腾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亦都会反映得到 这一间公司的现金流方面 是会比较上强一些 至于可能是一些周边的一些因素 这些是纯粹一个猜测的 未必真的有一个很确切的理据 来到它作为一个参考 不过这个向导就值得大家都去考虑一下 譬如今年来说内地企业 就倾向很多说到一个共富方面的议题 到底将企业的资金释放出来 是由中央来到去处理 这个是其中一个考虑 但是另外一个考虑的时候 既然资金流那么充裕的时候 会不会都会回馈一些股东 以至到这个共富的时候 都可以令到股东方面有一个受惠 以至到派息的频率方面提高了 我相信这个也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 至于另一个方面 就是一般的公司 如果那个派息频率高了的时候 可能某程度上 他们已经觉得短期来说 一些投资机会可能是比较少了 以至到不需要留那么多资金在公司里 派息方面的密度也会提升了 所以就可以就着这四个方面 大家可以去留意腾讯的状况 嗯